好,想要做藝術村呢 總之藝術村2000年九九宮倒了之後 那時候台灣的文化政是怎樣 就這樣,哎呀,實在是中國軍情,我也不要說了 他就想去的時候,所謂藝術村為了浩大使用 就說我搞一個九九宮藝術村這樣子 懂我意思嗎?要搞一個很大的藝術村 就像說你們現在做了什麼會墓熱火館 然後搞一個什麼園區,都很厲害,對呀 然後搞個兩廳院,你知道我們現在高雄兩廳院嘛 因為我們的政治邏輯很簡單 為什麼你台北,我高雄沒有,不爽啊 對不對,我們高雄院是這麼小的,不爽啊 對不對,用回家,用打的,用愛的用什麼 不管就對了,反正你去找我就對了 你懂我意思嗎? 你就蓋給我就對了啊 好,現在蓋了啊 我一百多一蓋了一個兩廳院啊 然後說未來我們最大問題就是營運的問題 避免成為文字狂,我說怎麼可能會沒有問題 對不對,這種問題,你到現在才在蓋 對不對,這種問題就是 不要腦筋想用膝蓋想就知道一定會有問題的嘛 你知道我們現在文化建設有多偉大嗎 你們家也是一樣嘛,類似的嘛 你們幹嘛新的私藝所,你們多少人啊 我不是瞧不起你們,我是說,你就不是那樣子 你大陸不用開那麼大條不行 你蓋的比巴黎大條,你他媽都比,都比紐約大條了 你們大陸比紐約還大條呢 你們的地體大大都沒那麼大條,那嘛窄窄的而已 東京也沒那麼大條 對不對,就我們對現在話那種想像的正當性的生產 產生出來的邏輯是很有問題的 所以他蓋了兩庭院,號稱可以容納八千人 因為有三個劇場這樣 對不對 然後我在高雄一些大學教室,我就一直覺得說 平常啊,一年有沒有一次啊,一次就好喔 有買票去智德廣看什麼春天藝術節啊 或是看什麼劇場有沒有啊 有的舉手,有人舉手 但是一般絕對不會超過五的 那要幹嘛 然後現在屏東要花十億改個眼睛聽 屏東離高雄市有國境你知道嗎 就過了高坪橋,然後火車如果電氣化之後,立刻就到了這樣 他比我們,不要說我們橋樓很近啊 比我們,現在直夾市啊 比我們旗山美龍啊,跟那個南馬俠,不要講到南馬俠 都還進高雄市啊 啊你這裡已經有智德堂,大東藝術園區還有國家兩庭院了 全世界密度最高就在那裡 對不對 那你平常要花十億改個眼睛聽 你如果真的有十億,你真的要提上一文能口 要不要十億就變成票就好了 你懂我意思嗎 對不對 實力變成,所以鄭志文是在做這種交易啊 現在對不起,民調最高的叫那個賴清等 那我知道也很生氣這樣子 因為我們,你懂我意思嗎 我覺得我們台灣的大問題就是說 我們地方議事好像大家有很強烈的 部落主義的自我主張說我是這區人 但我們沒有一個經常性的媒體在討論累積這些知識 這問題是我去日本的時候反省到了 日本三一災區之後 他們的聚落啊,像死卷是只有十一萬人口 他們有三份報紙 兵庫縣、神戶縣他們都有地方報紙 當然我們現在媒體只有三大報 中華時報已經被淘汰了 不要再講說我哪裏警察的報紙 這三大報報的東西是什麼 對不對你們養不起 那我們地方上為什麼養不起 我們地方上連自己的媒體都養不起 還說你會做文化消費 那好可憐啊 懂我意思嗎 所以今天比如高雄市給你們印象 你們都在電視上得到 你們也不需要去高雄市 所以他就覺得透過媒體他就可以壟斷這些市場了 對不對 然後高雄市變漂亮了 他花錢叫你廣告你會廣告假的嗎 所以現在所有地方這種都在紮錢買廣告 昨天我看到了很好笑 護婚體也會衰得他很聰明 你看我們的江母鴨多好 又不會爆 又有最親近 對不對 滑船還給滑倒 對不對 那我們藝術變成只有這樣子喔 然後地方產業就是 那個屏東有黑森豬連路 所以就連路這樣子 後來綁鳥也是連路 所以也是連路這樣子 其他有香蕉就一根香蕉 然後大樹有連路就一根荔枝 那個荔枝就一根荔枝 我們地方都只剩下這些東西而已 都沒有人的哟 都沒有歷史的哟 阿我們的產業就是那一個哟 然後那個海邊就是濕木與石斑魚 然後各種魚這樣做成路燈做成什麼 然後做成那個阿都 然後醜得要命都沒有比膩的這樣子 對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文化藝術不是這樣子 對 這不是 對 然後我們砸了錢花了幾百隻喔 我跟你講 那個怎麼可能變文子管阿 百分之一萬好不好 對不對 屏東為什麼還要花錢蓋那個東西 這就是說 我們在做這種政治學的時候 特別是30歲以後35歲這種新生代的 在檢驗之後出生的人 你遇到了時代的狀況跟我們現在問題 跟上一代還在做資源分配 所以他們的現代性有想像是落差很大的 就像我剛剛講到為什麼這個人 就是我命啊 爸爸要跟他買 我跟你講 他也許真的很想賣我 對 但是他一定有些餘運應該這樣他不能賣我 你懂我意思嗎 那他為什麼不能排除這些餘運做出一個正確聰明的抉擇 他賣我 他拿到錢 我睡醒我的文化資產保存這種自爽的心態這樣子 即使我要背負在乎我也很爽 對不對 他要去把他搞砸了呢 他不專業耶 很不專業耶 很不專業很糟糕耶 我那天聽一個人講說 他不專業像什麼 那個陳慶欽命案有沒有 白曉愛命案知道嗎 你們那時候還小嗎 他說 所謂專業是什麼 我要 乳票勒索 第一個就是我錢拿到了 人子也過救 然後社會都不知道這件事情 這叫專業 因為我勒索你的目的是要拿錢嘛 我不是要造成社會動盪嘛 對不對 所以我不是要你的命嘛 我是要你的錢嘛 是不是 那陳慶欽 陳慶欽就是一個徹底失敗的案例 人也死了 自己被抓了 社會動盪不安 他是不是不專業 所以做什麼事情都要有本職學能 要很專業才好 這對社會安定有幫忙 對不對 他講陳慶欽就很不專業 那我們現在政治就不是沒有專業啊 你懂我意思嗎 對不對 所以牛政筒那個人可以跟他們搖掰啊 對不對 別人華人都拆了 他自己沒有拆了 沒有關係啊 天使良機啊 中央不擔我怎麼做 對不對 這個人就活生還在管我們 活生生的欸 對不對 然後出去吃個飯還警衛一大堆 所以我今天是要來談藝術村的 所以我們是在這種社會條件裡面去發援一個叫藝術村 所以九九風那一市 你不知道信還是不信 總之九二一大地就把他震垮了 把這種神話震垮了 那台灣開始輸建很多閒置公信在地用的案例這樣 因為震垮了 所以他有決定說 要把這個錢要補助藝術進出 為什麼 因為在歐美國家 所謂的先進國家都是這樣做的 我們做一個先進的國家 代表大中國 或是代表亞洲進步的國家 我們一定要跟得上世界潮流 所以我們公共藝術法就這樣過了 我們無上資產保存法就這樣過了 老實講到現在有沒有什麼法則我都沒有看過 土法不足以自行 大家懂我意思嗎 你光是有法 然後就是我們這些人敢拿著拿去唬人而已 這你把他拆掉會怎麼樣 政府有一次出手說你拆掉了說我打你嗎 政府到現在沒有做過這種事情 我們政府從地方政府到中央政府從來沒有做過這種事情 那個彤術馬主辦不是修成這樣他有祭出法則嗎 有人被抓去關嗎 沒有嘛 所以我們文治治法是假的 你懂我意思嗎 公共藝術法是真的 為什麼 因為他規定百分之一定要拿出來分 所以大家就會很介意他 對不對 所以一棟房子實力就有一千萬再分 所以所有人都會介意他 但是治癒的是那一千萬 介意的不是他實力蓋得那麼醜 所以我們藝術就變成賠勝品而已 所有東西都買半化了 所以兩千零一年總之還有剩餘款 這個文治治法就說好我開放申請一樹村這樣子 對不對 那總之我們我們當然就使馬當活馬儀嘛 對不對 我們就會申請開因為我們要活化那個區域嘛 還申請也過了這樣子啦 過了反正那個委員很多意見啦 因為有時候我也很麻煩 我去當委員喔 看人家案子那麼糟糕我就覺得很不爽這樣 然後我去當提案喔 看到委員那麼差我很不爽這樣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跟馬英九一樣自我感覺這樣好 但是我覺得應該不要這樣類比比較好 就是說 我們台灣最大的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不是要理解在地人 而且我們所有的學術理論都是從經驗跟實驗裡面累積出來的 大家可以接受我這樣的話嗎 你如果從小沒有吃過米飯 你怎麼知道米飯哪一種米叫好吃呢 你會叫一個吃Pizza人來評論說 什麼叫做米的Q度跟甜度嗎 你會這麼做你覺得這樣做是對的嗎 不合理啦 是不是啦 給我一個回應你不是剛好學術嗎 你剛好學術嗎 一人每天要喝苦 你怎麼叫做品酒師那好學術 一個人喝酒喝了30年你說他不是專家嗎 不是專家也很難 我都喝了30年的酒了 哪一種假酒我沒有喝過 哪一種酒比較好比較容易做 我一定會有自己的品味的嘛 但你從來都沒有吃過米的 你說要評鑑米這樣一件事情 對不起那是很難的 但他為了證明他自己的存在 他又要黑白講 因為他沒講他 你怎麼出席要兩千塊他還不敢 他還抱歉 你娘娘就好啊 你抱歉什麼啦 我的看法是這樣 台藏你這邊趕快領錢 你趕快退休 如果你覺得台灣社會欠你的 請你不要在這邊站在那邊好像很認真要造他這塊土地 錢給你你趕快走 我的看法是這樣 他的文化藝術問題是什麼 我沒有自己在地的實踐經驗 今天在大學教書的 只要年紀在我之上 幾乎百分之九十以上 沒有在地實驗之內 在地實驗 對不起就是從我們開始的 就是從我們這 因為不是之前他們不實踐 他們之前沒有機會 你懂我意思嗎 社會條件沒有那個機會 解決之後台灣才開放 你才有各種可能性這樣子 他還沒有保存的經驗 他還沒有衝撞法條的經驗 他還沒有實際經營的經驗 所以他一講的東西 抱歉 一點不準 我本來就是這樣 我每天在餐 在你顧餐 你說在我當時會開花 我才知道還是你知道 這很 這很現實的嘛 對不對 所以台灣最大的悲劇 一直到現在的狀況就是 還沒有請我去當文化部長 我們在那邊說自己鬆都了解 所以 藝術村這樣一件事情 大概是 我為什麼那時候定價六萬我很不爽 就是說 我覺得 台灣在做這樣一件事情 我們是第一代的 一直在地方 一個地方一直做 做到現在 所以我現在看起來 也許你們覺得 我有年紀 我覺得我自己看起來很年輕 我已經做二十年了 你看 對 你要談文化平常保存 我要談藝術村 全台灣就我做醉酒 這樣 我不是說我做醉酒一定對啦 但你要尊重我一下嘛 你懂我意思嗎 欸 所有人都做三年就倒 我做十二年了 你不尊重我 不然你要尊重誰了嘛 你懂我意思嗎 至少我是一直在做啊 那你不能講說 他們做三年了 你給他五百萬 然後我做 我已經做十二年 你給我六萬塊錢 我會接受嗎 我當然就很不爽啊 不是我六萬塊錢 我就很不爽 所以這本書的定價是這樣來的 你懂我意思嗎 對 那不小心就 創造一個話題 我不知道憑我日報的記者 有興趣這樣 但我覺得這樣也很有可能 因為我們的書也會自銷 你懂我意思嗎 你訂三百八五百六百 昨天我拿一本書給他媽媽 我說我這本 兩百塊三百塊沒有這樣 我說不好意思六萬 我妖心 等一下幾三個會不會去 我說沒人會去 對 所以我送你了解 至少有疼 對不對 你藝術不好 至少你等一下看到會笑 你懂我意思嗎 我們這種娛樂系的 娛樂系的看法是這樣子的 那 這裡呢 大概就是 從這 藝術村 所謂十二年就是從二零零一到二零一二年 因為我是去年申請的嘛 那我一直很不想出這樣子 沒有時間啦 那後來就想說不出也不行了 反正六萬塊錢讓他收回去好像也不太可以這樣子 所以我去找出版社的老闆跟他講說我要出這本書 對不對 然後我只有六萬塊錢 知道嗎 知道嗎 點頭 那你想要去印這樣子好不好 然後他就說好這樣子 所以就印出來 所以一本就六萬塊錢 有沒有 後面設計還不錯啦 有沒有 叫阿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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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裡面大概就是我這十二年來的一些經驗 包括我剛剛講了 一些對我們從怎麼去看待那種區域發展的看法 對藝術的看法是什麼 然後對區域發展對文化資產的看法是什麼 然後怎麼樣形成一個專業組織的團隊這樣 我要做公關公司基本上我是很有潛力的 阿我講這個不是白話 我2003年的時候 我的營業有三千萬 2003年 為什麼 因為我要去做這些事情為什麼 因為我要抗爭捷運這樣 所以我就必須去包證文案子 然後去做這樣的事情 大概2004年我就不做這樣的事情 我還想一個問題是說 我們今天講博物館也好 或是文化館也好 或是地方文化 他到底的問題邏輯是什麼 那我們怎麼讓我們 比我們年輕的人 他真的學到這樣子的東西 我後來為什麼不要在大學教室 因為我覺得大學教室都是放屁這樣 現在大學教室都是為了 讓老師有工作 不是為了教學生 教學人怎麼有工作 這些老師是教不出來的 大家相信我 這些老師 特別是教什麼文創產業的 是教不出來的 你知道 他已經快倒我就可以講 南美養他們那個學校 有一個文化創意產業系 這樣子 大概10年前 因為現在學校所變小朋友變少 他們今年就結束到這裡 我有文化學校 然後他們一群老師 可能是以前教通識教育的 教國務思想的 教什麼 退休年還沒到不能退休 現在流行什麼 所以我們去搞一個文化創意產業系 系都已經搞好了 這些比較善良有良知的學生 老師就五六個就約來找我這樣子 蔣先生不好意思 有問題想要請教你 我說什麼問題 你覺得文化創意產業系 應該教什麼 他們仍然還這樣問我 二來打了好幾個鐘天 我不想理他們 他們有一次親自來就說 對不起你覺得文化創意產業系 應該教什麼 我說你們還沒成立系是不是 他說不是我們已經成立了這樣子 那我們這些老師你覺得我們應該要教什麼 你又不是要找我去當戲主任 所以 既有的世代的既得權利者 他是不會自己放手的 那未來是新世代的 那我覺得我們在實踐 在想著說 那台灣的 台灣當然有自己的獨特家 有的時候我覺得 台灣的 這個人文條件 跟我們台灣的生態很像 你知道台灣就是那種 四森林啊 那種平地裡面 就是那種 雜草亂生啊 雜草叢林 那樣子 當然 台灣有很多不一樣的氣候區塊 也有很大 高山的森林啊 所以台灣那種東西就變得很混雜了 那 往正面看就像蔡明亮講的 那他覺得台灣是一個 什麼都有可能發生的事情 看一下 我們會有海角七號這種 算是V級片的 可以大賣的 有沒有 他不是壞片 他老實講 他不算是經典片 這樣 然後也可以出現蔡明亮這種 郊遊這種片這樣 對不對 那大家想一下 每一個世代一定會有 每一個世代的承見 跟他們那時候客觀的條件 比如說我當中講這種狀況 我們辦公室有十幾個年輕人 那有時候我也會覺得說我講這個東西 他們大概不太能夠理解 不論是我們電腦問題都不一樣 電腦處理的速度都不太一樣 我們每天面對資訊的方式也不太一樣 那所以不一樣的世代 一定要有年輕人提出新的看法 但這個看法我覺得有幾個關鍵 就是你一定要有脈絡化 對 就你一定要承先起後知道這個事情是怎麼來的 不然你怎麼可能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好像表面上形式動動的很炫 我跟你講 我每次跟到新人編出 我就最痛恨的是什麼 我覺得所有事情應該有個基本邏輯 就比如說我覺得你要談文化創意產業 文化既然是在前面 那我就先問你說什麼是文化 什麼是文化資本 你的條件在哪裡 我這樣不應該很合理 比如說你要娶他嘛 對不對 你為什麼愛他嘛 對不對 是不是 那有些比較思慮說 我又賺多少啊 你們家有家沒有啊 對不對 你為什麼要帶我們女兒啊 對不對 事情中的有一個基本問題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搞設計連基本問題都設計不好 因為我們基本混亂了 有一天我遇到一個老畫家 你還沒有啊 他就跟我說 沒有國怎麼有補啦 都不知道自己的國家是什麼 哪有什麼寶 他全世界肯定的藝術家 沒有國怎麼有補啦 他心裡在意什麼問題 我們連自己的主體價也都不知道 你跟他講文化產業 代工一百年 宏基說是台灣品牌交 我聽到你巴巴 他品牌交是怎麼做的 把全世界最便利的東西集合在一起 然後大量銷售這樣子 這就是他的品牌策略 裡面有價值嗎 他好像賈博士一樣 賈博士你覺得他介意錢嗎 我跟你講這個人才是真正的藝術家 所以他才搞出iPhone這種東西 全世界都要跟著他價值走 文化要是不能引導價值 對不起那是 文化就是價值的引導而已 你沒有價值 特別在文化詮釋權 跟價值引導上 站到一點點邊 對不起你都不叫品牌啊 ASUS跟ASUS的意思是嗎 ASUS最沒有是華碩品質間落盤子 ASUS是有什麼 他會全世界最便利的東西到這位 然後去生產他的組織流程 只是我剛剛講的 從產業到創意的問題而已 他發了一個更進步的技術 去解決這個問題 他沒有品牌 他當國際委員董事長 是台灣的災難跟不幸 這個可以看到馬正宏 對台灣文化的倒退的狀況這樣子 我為什麼這麼篤定這樣一件事情 這不是人人要嘶嘶 我最近武術把他不領到 我剛剛從國議會這個logo就知道 他非常沒有品味 國議會原來的logo就好好的 你若不會贏賣給別人買 害我的輸眼蒙羞 對不對 那麼醜的logo我用得下去 不用領不到錢 怎麼辦 當然他也鼓勵我 訂出6萬塊錢的價格 但是幹嘛講到施政門 就品牌 沒有 文化雙藝 對 我現在是要做的 我的問題 但是這裏